土地是原住民族的生命 土地上的天然资源 就是原住民族人赖以为生的依据 这举世皆然 在台湾也一样 在加拿大也一样 接下来这部纪录片 就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加拿大的原住民族人 当时是如何失去了这一切 这是一部珍贵的纪录片 片名叫做《人们如何过日子》 所诉说的是 格萨拉纳瓦达族的故事 以及在1964年所发生的历史 影片中所呈现的 是族人对这片曾经是家园的土地 所拥有的强烈连结 我认为我从9岁到9岁 我开始跟父亲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在一起 我一直在一起 获奖无数的电影导演 Lisa Jackson 日前在温哥华的女性影展中 播放这部《人们如何过日子》 导演表示 和老人家一起回到祖居地 是非常深刻的体验 在被强制搬迁时 Betty Walker只是一位小女孩 从寄宿学校回到家时 她的家人已经被强迫搬到 为在温哥华岛东北海岸的 Port Hardy市 加拿大政府当年为什么要驱离 族人取得这片土地呢 为的就是原住民族地区 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 都能在历史中学到更重要的课题 这部纪录片现在正在北美洲许多不同的影展放映 记者Duhi Minami 编译 这部纪录片的状况 感谢观看